高雄街頭接連出現了另類的敞篷式開法 畫面相當驚險 來看到在鳳山民眾行駛在街頭 就看到了前方的工程車 後車廂全部打開 裡頭搭載著隔板木柜等等 疑似是因為長度過長了 這個車門是關不起來 這種敞篷式的開法 在轉彎的時候 看到畫面當中的櫃子抽屜 就被拉開險些掉了下來 另外在南子區 則是有後車廂變座位區 兩個人就坐在了上頭 手拿相機一次要拍照 擠在後車廂沒有防護 也被說是超級危險